一个现场消息要带您来关心 在台中一名大楼保全 在巡逻的时候突然头痛 同事将他送医 才发现他颅骨离奇破裂 那么最后送医不治 现场情形究竟如何 连线记者林借问 甚至观众透过静讯器 可以看到这名张姓的保全员 在电梯里头突然感到头痛 左手就撑在这个电梯里 那么旁边的这个清洁副呢 赶紧来帮他按摩 但是呢他还是脸色发白 一脸痛苦 那么同事赶紧帮他送医 送医之后才发现 他竟然头部挫伤 而且头颅骨已经破裂 那么开刀治疗之后呢 还是不治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大楼巡守的时候 不慎叠伤撞到头部 然后因为受伤的时候 没有明显的外伤 以至于到巡守完之后 回到值班台做的时候 才被他们的同事发现 流鼻血才送医 那么警方调查 这个张姓保全员60岁 那他在上个月清晨的时候工作 那么在大楼的地下室来 巡逻的时候突然感到头痛 那么疑似是因为巡逻的时候 不小心摔伤撞到了头部 那么同事发现的时候呢 赶紧帮他来紧急救医 但是呢送医之后才发现 他的颅骨已经破裂 那么开刀治疗之后呢 到了这个月的11号 还是不治 那么家属完全无法接受 认为呢 这个60岁的张姓保全员呢 并没有跟人发生冲突 为什么头颅会破裂 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相当的离奇 但是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并没有外人 跟他发生冲突 或是殴打的气象哦 应该是疑似因为巡逻的时候 跌倒才造成了颅骨破裂 你们现场万一掌握最新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Pone Edge播 好你所看到的是一名保全员员 摔死的意外哦 最近消息提供给